今天咱们要玩的这个puzzle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它 皇冠大铁锁 它的难度只有十几 却被业内很多专业玩家所追捧 甚至被称作是 全世界最有趣 且最难解开的锁 那事不宜迟 现在咱们就来看看 这道菜到底够不够硬 先看一下这个puzzle 这里有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我们先拿下来 它的目的应该就和之前玩的锁类puzzle一样 应该就是把这个锁给打开 然后再给它附 然后它这里的机关 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是可以微微移动的 这两块 这个还可以移动比较多 它们是可以移动比较多的 然后四周一共有123 共有13个莲花状的东西 从这边来看 这里是有一个轴 然后这边应该是全部解开之后 它可以这样子打开 这几个莲花都是可以动的好像 它给了我这把钥匙 但是现在是没有钥匙孔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洞 这里有一个洞 怎么看吧 所以很有可能 这里会有一根柱子 当我这边进行操作之后 这个东西可以这样翻开 这里也是一样的 是这样翻开 翻开之后 这个地方就有这样擦了 刚才这里是可以动的对吧 诶 当我这样 这个可以往下动 这个是可以 这个可以往上 然后这一块是可以往下 我现在重点是要去找线索 解这个的线索在哪呢 它这个因为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整块东西 和它这个锁体 可能是两个独立的东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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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彻移了 但是现在这个很紧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卡住了 然后这个往上移一个 诶 哦 然后它也可以往右移一个 诶 我现在对它里面的结构 非常的好奇 这个是转不开的 诶 诶 它可以横着转啊 哦 所以有几个是可以横着转的吗 哦 这个也是可以横着转的 它又移不动啊 我现在整体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东西的六面 应该都是可以移动的 看这个地方 这个顶它是有根柱子 插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把这个锁给锁住了 我如果把这个 这一整块往这边移 它可能就可以拿出来 我现在肯定要先把这块拿掉 因为这一块 它挡住了这一块的移动 然后这一块又挡住了 这一块的移动 所以应该是先拿掉这块 再拿掉这块 再拿掉这块 然后上面这块就可以移动 然后它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无懈可击讲道理应该是 哇 这个真的 结果我快睡过去了 诶 这里怎么打开了 等一下 哦 它里面是这样的 你看 哦 我刚才是机缘巧合 它一开始是这样盖上 这个移上去 好 它这边就卡住了 你看它就打不开了 但是当我把这个移下来 就这几个地方 这一片 这一片 它是用来卡这两个地方 然后我再移到这里 这个就可以用了 这个钥匙就可以用了 哇 瞬间就不困了 刚才这打开的一瞬间 我一下就不困了 诶 然后呢 诶 这个还有一点 就刚才 你看 我当我把它 架上移之后 它这里同合了对不对 但是我再把它这样 往这边移 它反而这里就卡住了 就这个钩子 看到没 它这里反而就卡住了 所以我这个就一直打不开 我是把它推回去之后 它突然就开了 哇 这个设计有点巧妙 OK 所以这一片 应该已经完全搞定了 我们接下来看这一片 这一片 逻辑应该类似 但它会不会来一个反向逻辑 就是需要 我需要推过去之后 这里才能操作 我觉得很有可能 好吧 我试试看 我这个不动的时候 这里是动不了的 然后我把它移到最边上 这里它就可以下来了 下来了 然后这个移上去 哇 打开了 看到没 这里的逻辑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是要动这几块 这里好像类似像一个 有点像一个迷宫 我在旋转的时候 它里面类似像有一个螺盘一样的东西 你们仔细看这个节奏 看到没 我这边我转动了 这个到最里面 这个到最外面 然后 这里面就是一个迷宫 通过不断的移动这两个地方 然后就旋转 就走这个迷宫 你看看到没 又走了 就这个缺口转到这儿 我的钥匙应该就可以插进去 然后这个锁应该就可以打开了 OK 看到没 现在这里已经转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这个钥匙应该就有用了 不是 那这个钥匙的意义是啥呀 然后现在这边可以移了 所以这边上这几个应该还是有用的 我本来以后快搞定了 发死了 不知道哪卡住了 怎么突然就可以移了 这个移下来 动了动了 OK 然后是这边 我知道了 两边不能完全移到最边上 移到最边上动不了 要移到最边上之后往中间来一点 OK 动了 看到没 动了很大一块 还打不开吗 然后应该再到这个锁 我来看看 它可能有两边都是可以锁上的 它两边这个锁孔都是来控制这个的 你看我右边现在是解开了 现在我左边锁上了 它也是打不开了 但是我左边如果再去转动一下 它就出来了 我靠 这个东西有点厉害 它一共有几个装置 首先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两个外壳打开 左边对它打开之后可以直接看到锁孔 右边的打开之后还要先走一个迷宫 再接着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移动这个片 最后才可以把这一块 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个洞的 就是这个锁的这个地方 是有个洞的 它是被这个肩柱给卡住的 我们要通过不断移动把这个肩柱再移出来 之后再去拧钥匙 这个才打开 哇 这个锁 这个锁说实话 我觉得跟dylock有的一拼 这个锁实在是太帅了 我现在给它复原了好吧 先把这个拉上 然后左右两个锁孔给它锁上 再之后是这个 看到我推进去就卡住了 再接下来把这个推上来 复位 然后这个推上来 复位 再把这个推上来 复位 这个迷宫我就不去动它了好吧 我就不去动它了 稍微简单转一下 然后是处理这里 先把这两片推到是解锁的状态 看到没 然后再推到这个状态 然后这样卡上去 OK 在这个锁上了 锁上了 这个也可以推回来了 复位 这里 从里 之后把这往上推 对 复位 复位 完美 冲 远 哇 这个锁是真的有点意思 真的有点意思 好的 那我最后呢 是差不多花了 一小时二十分钟 把这个锁给解开了 我们一步步来说 先说它的外观 非常强烈的做就效果 我感觉还是很有质感的 而且这个锁呢 它是纯手工打造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 这每一把锁 都是 独一无二的 然后咱们再来聊可玩性 首先不得不吐槽 可能正因为它是手工打造的 它有些地方公差 真的有点大 一开始我还没掌握技巧的时候 部分地方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 才能推得动 不过整个体验的过程 我真的是要大赞特赞 这个PODL在玩法上 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就是它解谜的第一步 是可以多选的 既可以先研究 如何把这个给打开 也可以先研究 如何推动这四面的铁片 这也就是说 当你玩这个PODL 遇到困境 没办法继续前进的时候 你完全不需要 再一棵树上吊死 你还可以去选另外一条路 继续解谜 这就大大增加了 玩家继续玩下去的可能性 而且它这个PODL 确实运用了很多机关 它用了类似门栓的结构 用了迷宫 还运用到了 类似华龙道的原理 也就是这个四周 玩法体验非常丰富 非常有意思 而且说实话 这个PODL除了它真的非常重以外 我个人觉得 拿来锁个门什么的 还是很有安全感的 好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这里是JAM的MVGD 我是JAM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